台湾自由时报报导称 岛内有电视台与大陆官媒合作制作节目带风向 大陆注点记者受国台办指示全程参与制作并现场督导 陆委会称 媒体未经许可与大陆党政军机构合作制播节目 涉及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应该由相关的机构依规处理 想请问发言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可以确定地说 自由时报这篇报导 是一篇彻头彻尾的假新闻 陈属造谣 民进党当局利用该报恶意抹黑 攻击大陆 欺骗误导岛内民众 用心极为险恶 民进党当局惯一指使绿衣媒体和换眼的网军 对台湾民众进行认知欺诈 分化台湾社会 煽动两岸敌意对立 肆意的栽赃 陷害恐吓 惩罚持不同立场的媒体 大搞绿色恐怖制造寒蝉效应 粗暴地剥夺台湾民众的正当权益 严重侵害台湾民众的利益福祉 破坏两岸关系发展 我们希望广大台湾民众认清楚民进党当局操弄舆论的欺骗性和危害性 以实际行动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正告民进党当局立即停止为了政治私利 损害台湾同胞切身利益 破坏两岸关系的行径 今天自由不是报导新华社介入到媒体的运作 然后结果竹荣泰就说最正式的NCC人像永远通过 他们是用抗中海去施压蓝白吗 现在当然就是用影社的杀伤力最大 那请问是哪一家媒体呢 那要不要公布出来 让这家媒体能够这个正大光明的告诉大家说没有 再来NCC跟这件事情的关系 NCC有在查媒体吗 有在查媒体内部 按照索隆泰的说法 NCC会去清查媒体内部有什么样的人员 但是这应该不是NCC的业务吧 所以NCC的人事案 你们如果能够提出好的人选 自然有机会能够通过 如果你们提的还是像过过去这样子的人选的话 那当然我们要审慎的来评估 所以我觉得利用这个新闻 然后一个不具名的没有根据的消息 就想要去把NCC的人事强度关山 我觉得这一点呢 用这种方式民进党真的已经老套了 今天自由时报报导了说新华社的记者 去介入台湾政论节目的运作 然后现在这件事情爆出来之后 周龙泰人说哇这个就是NCC人事案要赶快过 那这是不是用抗中来施压蓝白 要过NCC人事案 这个关联到底是什么 我个人觉得说这个是不是有新华社来介入我们的政论节目 这可能要取决这个事实的一个真假 还有目前的证据到底是查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如果真的所属实的话就把摊开证据 那当然会有一些这个像NCC部分要做出立即的一个处理 但目前都还是停留在据说据闻 我们还是要看看实际的一个证据才有办法 对后续做出一些的评断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为什么这报道都没有特别点名 有的话你就点名 对谢谢 有的话就特别点名 那搞得好像媒体这些人说 我觉得这就是目前民进党的一些手法 他不断的用认知这两个字来去不断的叫骚扰 然后告诉你只要任何讯息不正确 只要任何讯息跟对岸有任性的关系 他就会用很夸大的方法来认为他们来渗透 然后所以我们台湾人民必须要提高警觉 那也开始指控 因为是这样所以蓝白才需要扩权 扩权的背后都是由习近平来做导演 等等之类的 我还是一句话啦 习近平跟我们是不太熟 真的还是把赖清德随时记在心里会比较重要啦 所以说呢 难道民进党会不是公开的吗 我们继续会要进行 我们继续会在进行桌 我们继续会在进行桌 你妈在进行桌 你要点火灰手机来听 妳有看到今天早上陈云震的那个影片吗 我有看到新闻就是爆炒嘛 然后 妳是要说他叮烧了 我觉得民进党有点被害妄想症吧 比如说林佑昌说我监控民进党 然后呢 王毅川又说我跟拍他 然后连这个他们自己公开的记者会 陈云震站在外面听都被说是叮烧 我觉得民进党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 而且是非常严重的被害妄想症 有病就要去看医生 不要随便抹黑抹红别人 他这个开记者会是公开的 对不对 今天如果我们现在开记者会 任何民进党委员要再听 也都是欢迎 我们不像民进党什么信 都要用遮羞布遮起来 都用机密两个字 不然以后他就说他开的是机密记者会 不要让任何人听 只有让记者听 人看直播不能在现场听 后来是换到庄瑞雄委员讲话 因为这两位委员都是法律系出身的 我想知道他们的一些对法治的想法 跟我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他们可能都会按照法律来讲 然后我看到外面的时候 我还跟别的记者同仁 记者你们的同行在那边聊天说 他们在讲什么 然后说他讲说 早上问了那一题什么 哪一个媒体有什么新华社 我说那是到底哪一个媒体的报导 我还问了一下 那有一个媒体就跟我讲说自由时报 我就开始在旁边听的时候 我上网开始搜尋 自由时报到底报什么 就报什么内容 然后我再听他们讲话 那听讲话也好好的 我站在门外门边听 也没有表示什么意见 听他们讲 那我想 我还跟记者问说 那个庄瑞雄的脸怎么红红的 我发生什么事 然后我再关心 然后结果就听他们讲话 没想到在中间的时候 我是要就开始侵犯我的肖像权 直接在现场对我拍照 我在他对面 我也不是公开在开记者会 他就直接拿着手机对我拍照 再没有经过允协同一下 不过没关系 我是公正红路 我也OK 但是这也就罢了 他竟然下一句就说 他们开记者会的时候 陈玉珍在旁边叮烧 他竟然说我叮他烧 这是极其污辱性的这个字眼 他这个开记者会是公开的 对不对 今天如果我们现在开记者会 任何民进党委员要再听 要在这边听 我也都是欢迎啊 对不对 我们不像民进党什么事情 都要用遮羞布遮起来 都用机密两个字 不然以后他就说 他开的是机密记者会 不要让任何人听 只有让记者听 他就开机密记者会 以后他就宣布 民进党团的记者会 只能看直播 不能在现场听 更能让我站在公用走廊上面听 我听听民进党团的同仁 跟我的想法为什么不一样 这个是民主社会的表征 这是我尊重他们的行为 他怎么可以公开 这样直接的侮辱我 我当然要捍卫我的名字 我说你怎么可以说我听党 那后来发声信 大家就看到了 然后他就说 我怎么跟他 类似我跟他什么情谋打后 你干嘛我站在你的门外 你就直接在那边侮辱我 当场说我听你的党 我有什么必要听他们的党 这些记者会 不是公开的吗 都是公开的 都是在网路上可以看得到的 什么时候 我们国家必须变成这个样子说 你怕人家听到你讲话 公开的 然后你就可以随便人家扣帽子 这个我们国家 是要毁到我小时候匪谍都在你身边那个日子吗 每个人都要惶惶不可终日 是不是 以后我们儿女都要不能信任父母 大家是要走文化大革命吗 学生都不能相信老师 都要把所有的跟你意见不同 拿上去鞭尸吗 我们国家要走向这个地步吗 只要这个人跟你意见不一样 你就公开的侮辱他 然后就开始说 你就是匪谍 要回到那个日子吗 要回到小新匪谍在你身边的日子吗 我们 国家这个民主政治发展这么多 好不容易走到这个地步 是多少人的这个努力 今天任何人只要跟 民进党的吴思瑶和意见不一样 他就可以公开给人家扣帽子 说人家丁骚 这点我不能接受 我想刚刚请一位 我是公开站在那里的 我并不是偷偷摸摸躲在那里的 我还在那里跟其他的好几位媒体在那边聊天 说到底现在是在讲什么题目 那是什么内容 我就看一下 还说这个是什么报道 我要看一下那个报道是什么 我还上网搜寻了一下自由时报 就是这样子 他竟然可以公开侮辱我 所以后面发生的就是 所以我觉得 吴思瑶维 麻烦你应该给我道歉 你应该跟我说 你要把你那句话收回去 如果你不这样做 就是你敢做不敢当 你敢这样随便侮辱别人去 不敢真正承认你自己的错误 以上 请问有什么疑问吗 你们因为刚刚都在现场 你们想要以后 你们在那天直播的时候 每个人都说 你就是匪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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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大家要过这种日子吗 我们开记者 我欢迎我现在公开讲 你们现在告诉我 欢迎他来这边听 欢迎他现在过来这边听 欢迎 非常欢迎 我们这是民主社会 好不好 这条左廊不属于任何人 好不好 你开记者会 你是不是不怕人家来听你说话